上網搜尋找訂房網 就有民眾端午連假 看上花蓮市區這家飯店 照片有六人方形 也有四人方 很家庭式的擺設 簡單乾淨 陳小姐就選定這一家 結果到了現場卻是這副景象 飯店都被鐵皮圍了其他A4 紙上寫著施工整修請勿進入 差點就在端午連假露宿街頭 原來是因為這家飯店 本身就有法拍產權就分 六月十八號就好幾人進到飯店裡 硬是把門鎖給換掉 原來成型男子成都房子合約民國 一百十年才到期 但這棟無躍被法拍 新的得表屋主來了 成型男子拿著房子的住月 以及不點交的通知書要自保 但對方卻認為 這是無效的堅持強行換鎖 雙方互相提告 監視器就派下六月二十號 新務處帶著幾名人員 來到門口準備架設圍籬 警方也到場協調過 我們想法拍產權糾紛 最後變成訂好房間的消費者 權益受損 民眾本來開心訂房出遊 無端受波及後續號多少訂房 尚未取消 還得再瞭解 三天新聞旅院黃春節花蓮財務報導